肌腹太郎送妹妹上天堂 而自己独自走向黑暗的地狱 多恶多端的肚鸡真的能被原谅上天堂吗 在走马灯里肌腹太郎还是鬼的样子 为什么肚鸡却变回了人类时期的眉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就来解析一下肚鸡兄妹的过往和未来 迷豆子用暴血树清除了炭治郎身边 肌腹太郎的鬼血帘 才使得炭治郎没有受伤 在漫画中是没有这个情节 只要哥哥有危险 迷豆子就会从沉睡中醒来保护哥哥 这一点和肚鸡兄妹很像 肚鸡在遇到危险时 肌腹太郎也会从沉睡中醒来 而肌腹太郎和迷豆子的血鬼术也都是操控血液 可以说迷豆子的血鬼术是完美克制肌腹太郎的 炭治郎醒来后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 是炭治郎初次开启斑纹体力耗尽所导致 善意帅不过一级又变回了只会求救的小哭包 特别是这次善意还是女装打扮显得更加可爱了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动画特意画出了善意躺血的脚 善意的双脚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早已显血淋淋 但为了同伴还是使用了霹零一闪神速牵制舵鸡 要知道这个招式需要用到极大的腿部力量 善意人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炭治郎在看到冰死的一只柱也开始自责 为什么只有他能得救 炭治郎这时应该是想起了家人惨死 只有自己独活 他不想再失去同伴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非常痛苦 好在有迷豆子的血鬼术爆血 帮一只柱清除了毒素 看到一只柱平安无事后 炭治郎终于放声大哭 一只柱则回了一句 别这样恶心死了 这句台词是动画新增的 更能体现出一只柱害羞的一面 除鹤 墓序 虚魔围着奄奄一息的雨隧 雨隧本想留疑言却被虚魔打断 如果没有被打断 雨隧会说出什么疑言呢 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 我的人生有很多罪孽 幸好你们陪在我身边 我现在要下去陪兄弟了 你们带着我的份华丽的生活吧 迷豆子帮雨隧成功解读 这里虚魔特别搞笑 全是表情包 而其他两位老婆完全不是一种画风 在漫画中 木旭和除鹤是没有哭的 而动画在这里增加了一段 三人哭泣的特写画面 除鹤和木旭之前一直忍住不哭 是不想让雨隧感到悲伤 因为他们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坚强才是雨隧希望看到的 在看到雨隧平安无事后才喜极而泣 而雨隧看见三人哭泣 也温柔的安慰了他们 最后舵鸡哭着说出 我的哥哥怎么可能是丑八怪石 肌肤太郎显得非常震惊 最爱的妹妹居然对他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难过的肌肤太郎也开始对妹妹恶语相像 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其实两人说的都是反话 温柔的炭治郎明白肌肤太郎的心情 阻止了肌肤太郎继续说下去 舵鸡最后还是叫回了哥哥 看着妹妹消失 肌肤太郎叫出了舵鸡人类时期的名字 梅 他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叫过这个名字了 梅和哥哥肌肤太郎都出生在油锅的罗生门河岸 相貌丑陋的肌肤太郎不仅被母亲视为累赘 多次家暴 还被周围人都视作怪物不断的嘲笑与欺凌 但妹妹梅的出生改变了她的人生 在梅还是婴儿时 母亲认定梅是不祥之物试图将其掐死 是肌肤太郎救下了妹妹 因为有了守护妹妹的需要 肌肤太郎变得更加坚强 有一次母亲拿着剃刀切断霉不吉利的白发 肌肤太郎暴怒而失控 从此母亲因为害怕肌肤太郎再也不敢家暴 之后肌肤太郎靠着自己的打架能力做起了收债人的工作 因童年的不幸经历 对人的怨恨比任何人都要强 讨债的方式也不同寻常 催债的工作不仅让肌肤太郎有了固定收入 还驱散了她的自卑感 这都得益于貌美的妹妹 长大后的梅肤白貌美 被周围人称为白梅 肌肤太郎本以为她的人生开始好转 直到梅13岁时 五世出言侮辱了梅从小崇拜的哥哥 梅冲动的用发拆戳下了五世的眼睛 遭到了五世的报复 被绑起来活活烧焦 而当时肌肤太郎正外出工作 这个情况和炭治郎几乎一样 但肌肤太郎没有第一时间抱着妹妹出去求救 五世和老板娘想要解决掉肌肤太郎这个麻烦 却遭到反杀 肌肤太郎抱着烧焦的妹妹在花街里一直走 却无一人对她伸出援手 这就是她的命运 直到童谋的出现 邀请二人变成鬼 这是童谋第一次在动画中出场 发色由黄色变为了白色 脸比漫画中更加迁徙 头上的污渍也少了两处 比漫画中更加美形了 肌肤太郎本来就对人有着很深的怨恨 在妹妹被烧焦后更是恨到了极点 绝不会原谅幸福之人 如果肌肤太郎遇到的不是同谋的话 兄妹两人早就已经死了 在走马灯里肌肤太郎还是鬼的样子 为什么舵鸡却变回了人类时期的眉呢 大概是因为肌肤太郎的执念吧 肌肤太郎曾表示自己不论转身多少次都要成为鬼 在肌肤太郎的心里 妹妹不应该和她一样 妹妹一直都是那个崇拜着她的单纯的小女孩 妹妹只是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 想让妹妹活下去选择成为鬼的是她 连累妹妹被烧焦的也是她 妹妹本身没有一点过错 最后的最后 妹妹是她唯一的牵挂 认为上天也应该宽恕美 肌肤太郎看着梅瞬间醒悟 自己不应该再和妹妹一起 想要独自背负所有的罪孽前往地狱赎罪 而梅应该上天堂 梅想要跟着哥哥 但肌肤太郎却不让 梅就开始哭泣 在小时候只要肌肤太郎一离开 梅也会一直哭 这让肌肤太郎觉得妹妹很可爱 但这时肌肤太郎应该是很痛苦的 笨拙又温柔的肌肤太郎注意到 这里正是天堂和地狱的分岔路 所以她希望妹妹可以走向光明 幸福的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 肌肤太郎一次头也没有回 应该是担心看到哭泣的妹妹后 再也无法推开 可妹妹却跳在了她的背上 紧紧的抱住了她 我想小时候的梅 应该也是这样要求哥哥卑卑的 在肌肤太郎看来 妹妹的幸福失去天堂 而在梅看来 和哥哥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 不管重生多少次 都要成为哥哥的妹妹 在梅说完这句话后 肌肤太郎的表情也有了一丝苦涩的感觉 她非常矛盾 在妹妹的提醒下终于想起 在母亲死后 她和妹妹无家可归 快要饿死时 因为两个人的抱团取暖 所以才坚持了下来 肌肤太郎从后面抱着梅 一起抵御寒冷 就像现在妹妹抱着自己一样 两个人曾经约定过永不分离 感受到同样的温暖 伴随着妹妹梅的哭声 肌肤太郎终于背着妹妹走向地狱 肌肤太郎最终找回了人心 恢复成了人类的模样 地狱有烈火焚烧 一定可以烧尽他们的罪孽 这一切不是肌肤太郎的错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的成长环境 周围人和父母的态度 还好他们转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也算一个完满的结局 在官方公事书中 关于肌肤太郎和梅在地狱里的采访 当被问及被呼吸法砍中的感觉时 肌肤太郎称赞与随 每一个动作都有相当细腻的技巧 梅则认为很讨厌 原来忍者真的存在 梅豆子和炭治郎紧握的双手 对应了之前被烧时 多鸡与哥哥紧握的手 可能差一点他们也会变成这样 还好炭治郎身边有很多善良的人 一直在帮助他们 战斗结束后 鬼杀队的援军才赶到 蛇柱一黑小巴内的毒蛇 果然名不虚传 说是夸奖 其实是在阴阳怪气 之后小巴内更不能认同与谁即将退隐 这样战力就更加稀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杂鱼们居然活了下来 毕竟上弦的实力非同小可 连助与之对战存活的可能性都很低 这次花街大战 预示着未来的局势将有重大改变 主攻要灾的状态看起来不太乐观 连说话都已经很吃力了 最终回并没有上显聚首的内容 需要等到下一季才能看到黑死木了 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官方已经发布第三季的制作消息 估计等到明年就能看到了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断刀村的精彩剧情吧 好了鬼灭之刃有个过篇 第十一话解析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雨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